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 有奶粉箱網站沒有遵從銷售指引 有立法會議員認為 當局應該多些和業價商討 將指引訂得更清晰 有團體認為應該考慮修例 規定奶粉箱宣傳母乳的好處 林凱彤報導 餵奶粉又或者母乳 是所有母親的重要抉擇 有母親就說 不會因為奶粉箱 有沒有加入餵母乳的標籤 就影響決定 食人奶 天然一點抗體多一點 要餵奶粉的 他都不會無緣無故想餵人奶 見到一句話就 我覺得有 如果一定要標籤給我們看 會對我們 都是對我們有保障 政府2017年推行有關奶粉的守則 建議奶粉箱 賣3歲以下 應有而使用的奶粉等產品的時候 要提供母乳慧報等資訊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說 研究發現大部分奶粉製造商網頁都沒有遵從守則 描述全母乳慧報的重要性 以及用奶瓶慧的負面影響 有議員就認為應該將守則定得更加清楚 令到奶粉箱更加容易跟從 有協會說守則力度太溫和 他認為應該要立法規管 有線電視記者林凱彤補讀